这场县长施政说明会 民众参与踊跃 坐无虚席 县长林明珍表示 施政三年多以来 投入全县的总建设经费 超过35亿元 名义代表提出的建议案 他都照单全收且一一兑现 未来会继续完成一些重大建设 相信带给南投更多的就业机会 及经济发展 我在这三年多来 在南投县 总建设的经费 超过35亿元的经费 所提的建议案 县长都是照单全收 他都一一的来给我们 里面来实现 有一些重大建设 我们会陆续的来把它完成 我相信对南投县的 未来的经济发展 就业机会提升了非常非常多的 说明会上 包括南投市各级名义代表 及参选人 几乎都到场 县议员张维华 肯定县长林明真正内 作为嘉惠县民获得63%的高民调支持率 管长这些营养午餐 全国唯一两个县市 包括花莲和南投官 有这些营养午餐 另外 是大人65岁以上的 乘这巴士 享受 每一千块 这些巴士 可以去各个地区 可以去释投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林明真这一次 能够在整个南投县民调 差不多63% 是所有的这个全国来说是相当高的 最资深连任七届的县议员张文斌表示 他任内历经四五个现账 林明真是他见过 最努力最清廉的县长 我们的管长 我从我做议员和指导金 20日来 经过四五个管长 这个是相变事 相亲近的 相困难 跟刚才他说的 无数人包 还有我们整个他们的这个 这个传统的情形 直接我来支持 再来就是说 我们在座 今天有来的这 议员好代表 美兵 爱丹 尽量地支持 县议员曾正言 也肯定县长林明真的市政 他期待县政未来发展更好 他在议会 也会秉持监督职责 共创更高的生活幸福指数 任管长的用心 认真 大家都看得到 他变成 他说七十八十 天没空 假不去就起 我有问管长 你是每天都几点起来 都早上五点就起来 到一样 我爱丹 也用心疼 认真做 记得说 我们的观众 可以好好 我们在议会 议会这顺当中 也会 感动我们的观众 让我们的乡亲 幸福主席 我管 建由县长施政说明会 目的让民众了解到 县长施政三年多以来 为民众做了哪些事情 县议员张维华 庄文斌 及曾正言 都到场表达 对林县长的支持 并期盼未来继续努力 共创更高的生活幸福指数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